眼前这只单手开车 不穿裤衩的红毛星星 居然拥有九年假龄 仅仅花了六个月就拿到了驾照 在这条前往上班的路上 他闭着眼睛都能开 哪怕看一眼前方 都是对他驾驶技术的侮辱 原来他叫杰克 今年21岁 拥有多辆豪车 身价高达千万 作为智商仅次于人类的红毛星星 他也懂得百库 虽说他在一家私人动物园当管理员 但主人却是迪拜牌的上名的富豪 除了跑车他还有一辆越野车 左手搭在车窗上 单靠右手就能熟练操控 对杰克来说 没有什么他开不了的车 翻着红色吊带的叫卢斯 是杰克明媒正娶的妻子 在丈夫的薰陶下也学会了开车 虽说是个女司机 但科莫二跟三可是一把握 今天他穿着花色的的确凉 带着宠物狗帮丈夫巡视园区 虽然跟杰克算是门当户对 但也算嫁入豪门 不过他花了八个月才拿到驾照 婚后的生活很朴实 假期有空他们就会出来运动一下 或者去海边放风筝 俩的运动也有 比如打打高尔夫球 当然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锻炼身体可不能少 这是主人自己的私人健身房 杰克也有梦想 他想成为拳击手 他一天就工作四小时 每月能领五位数的工资 而且下午三点就下班 真是让人羡慕哭了 虽说杰克不缺钱 上班只是体验生活 但他对工作很负责 边开车边巡视园区 每天他要驱车 三十分钟到上班的地方打卡 但对于他这种老司机来说 在开车的路上 就已经巡视一次了 想想十年前 自己也是动物园的一员 没想到现在却当上了管理员 原来主人很早就发现他有天赋 六岁时就能跟人无障碍沟通 有次发现他对车很感兴趣 于是就雇了两个教练 二对一教他 没想到的是才练习了六个月 杰克还真的拿到了驾照 如今已经拥有差不多十年的驾龄了 从一个工人观赏的动物 到现在开上豪车 当上管理员 可以说是走上人生巅峰了 园区的动物都得叫他一句心言 你看他握方向盘的动作 没得几年的驾龄 根本是学不上来 认真看一眼路 都是对他技术的侮辱 当然在这园区内 只有他跟妻子路西开上了车 很快他就到了自己上班的园区 每次路过这里 都会遭来老虎的嘲讽 曾经我们平起平坐 凭什么你开上豪车 赢取白富美 但当然不能把普通的动物跟他 人家可是成了金的红毛星星 就差开口说话了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 有钱有地位后 杰克从没松懈只顾享受生活 他每天都有两个小时的阅读时间 下一步就是上大学了